一届抗癌专利达人 陈玉仁从临床做研发 就做了各种米的比较 就发现台湾米的抗肿瘤的免疫力提升的能力 比其他的什么月光米 加拿大米 那些日本的那些米 他们都还强 从台庚九号米中发现抗癌成分 也在牛樟汁和芥末中 纯化出多种抗癌化合物 马街医院放射肿瘤科资深组织医师陈玉仁 堪称是医界的抗癌专利达人 他所取得的生医专利高达九项 这一切研发的动力都来自于临床患者 医障癌跟死刀癌的病人 实在于目前的医疗 没有很多有效的治疗的药物 当没办法手术的时候 就很难长期的控制 偏偏一发现常常都是晚期 我觉得临床的问题让我们去做研究 会比较有实用性 陈玉仁拥有中西医的医师执照 对于中草药和新的医疗技术 他都抱持开放态度 有时甚至突发奇想 结合多种治疗方式 反而得到意外惊喜 例如含P霜成分的药膏 可让细胞在分裂期停住 陈玉仁用来搭配治疗乳癌患者 结果成效显著 先涂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洗掉 再去做方式的线治疗 就发现这效果还不错 如果治疗乳癌的医师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试着 先把这个药膏收在 可以试着用这样类似的做法 陈玉仁也和北科大共同研发一套系统 结合机器手臂与超音波 用来定位肿瘤 喜爱写诗的陈玉仁 有空时就会拿起手机随性创作 大学时代他还成立师社 并用笔名成足 发表在各文刊中 未来他也立下研究目标 如果让你的免疫力提升 去减少癌症的发生 癌症治疗的副作用的减少 董新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